一直以来政府在鼓吹爱国精神时 尤其希望海外人才可以回流服务 但是往现实面考量 有多少人会因为爱国而愿意放弃海外高薪 而回流大马呢 不一样的扎根琴 今天带您听听 一位移民了20年的华语医生 在怎么样的情况下选择回流大马 甚至到政府医院服务 我是李永业医生 我是泌尿科专家 我以前想过移民 已经移民了20多年 现在已经回来了 16岁就离开吉兰丹家园到英国去 李永业最后成功成为一名泌尿科专家 在伦敦成家立业后 他一度想过放弃大马公民权 我已经达到了我 从16岁达出 离开哥达巴鲁的那个目标 资格护照还给你 直到有一天 他和一名洋人朋友的谈话 让他第一次有了回国的念头 我问他你周末干什么 他说没有啊 做一些DIY咯 在家里面收拾一点东西 做点花园的东西 很上等的 一个美满的生活方式 那天晚上我跟太太回家说呢 躺在卧室里面呢 突然间我就流泪 他也流泪 那一刻呢 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我们所要求的这些 洋人的生活方式呢 很孤单 很孤孤零零的一个人 我现在已经知道说 这二十年里面呢 我有什么的将来 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承认自己崇洋的错误 李永夜希望让孩子 接受华人传统的熏陶 而他也想保留自己文化的根 这些理由 让他选择回到了故乡 从那一天 四十岁的那一天呢 我觉得说 我从现在开始 我是李永夜 我不是乔治 今年是李永夜 回来的第二年了 我没见过 他面很多年的表姐 他们看 诶 永夜回来了 这么多年呢 他一定不可以过六个月 所以很多人呢 觉得很差异 为什么这么久 这么多问题里面 薪水这么低 而且呢 适应力不太好 生活问题 治安问题 全部这么多的问题 还是不会赶走李永夜呢 李永夜相信 华裔民族性格中的任性 会克服一切难题 最重要的是从自己做起 我可能回来给一点点的贡献 不过这个贡献呢 我希望只是一个小部分 我像我要从自己做起 然后从自己加烟 用吉兰丹与在医院和病人沟通 更让他感受到家乡的亲切 现在问他 给你美国公民权 你要吗 他说 美国的历史呢 已经 这条路呢 已经给人家走过了 所以呢 我在这一条路里面呢 只是里面的一只绵羊 一直在跟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们是一个新的国家 我们才有52年的历史 你要扮演你的角色 我也要扮演我的角色 你不觉得这样是更多姿多彩吗 因为我们 我们开了那些路 是为我们的将来 为什么要做一个 根路的小绵羊 听到这里 您认为 李永夜爱过吗 不一样的扎根琴 或许每一个人 都应该寻找 属于自己的不同故事 NTV7陈佳琪 专题报道 我们下期见